这个证明我们来看一下 我就讲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证明就好了 那这个证明基本上可以延伸到其他的项 我用这个为例 1的平方加2的平方加3的平方 一直加到n的平方 它就是6分之n乘以n加1乘以2n加1 这证明是用到累加法跟惩罚公式的混合 那所以帮你们复习下惩罚公式 如果是n加1的三方是几 叫做n的三方加3n的平方加3n加1 1331的系数 以前这算惩罚公式有用过 好 那我们来看咯 这证明很巧妙 首先1加1的三方是几 1的三方加3乘以1的平方 加3乘以1加1 再来2加1的三方 等于2的三方加3乘以2的平方 加3乘以2加1加3乘以2加1 再来3加1的三方 等于3的三方加3乘以2加1 加3乘以2加1 那让你们稍微的把它抄一抄 这样给哦 那写完的时候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哦 你要求的像在哪里出现 其实它有出现的发现 1的平方一路到n的平方 是不是在这里出现 这上面这个只是一个提示哦 这下面才是我们的证明 这怕你们这个写错 好 那1的平方加n的平方出现哦 接下来 看右边哦 这个 1加n这东西啊 是不是也 题目的已知 这个1加n 这边基本上还说 这个都还好 不好意思 这边有笔物哦 这个 这个数字换一下 这也是3再对 1 3 3 1 不好意思 我这边改一下 好 你刚刚比误了哦 好 那你会发现 如果累加起来 全部累加起来 是不是就有1的平方 加n的平方 那你说三方怎么办 这里就是它强调的地方 这个过程哦 这个整理的过程 跟我们的累加法的相消很像 1加1是2的三方 跟2的三方约掉 2加1是3的三方 跟3的三四方约掉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一直往右下 这样消完以后 是不是n的三四方也消掉 剩下来就一项 就是n加1的三方 所以我们把它全部加起来 用累加来整理的时候 会有什么结果呢 这时候来 n加1的三方 可以写成 1加上3倍的1方 一路加到n的平方 再加上3倍的 1加到n 叫做2分之n乘以n加1 那这里最后一个1有n个 再加n 那你是不是只要把我们的目标 放一边 其他的整理在一起 去整理就知道了 所以继续往下写 把1方加n方 放在一边 其他的移过去 3倍的1方加到n方 它就等于啊 n加1的三方 减掉2分之3倍的 n乘以n加1 再减n减1 经过整理就会得到答案 所以我们先把它全部 放在分母为2的地方 2倍的n三方加6n平方 加6n加2 减3n平方 减3n 再减n 减2n减2 不好意思 减2n减2 因为分母以2 来整理嘛 那这个你会发现 2跟2约掉 这个n三方留下来 这2分之2n三方 这6n的三方加上3n平方 加上2n 6减2等于4n 加n呢 加n而已 所以在整理就变成 2分之n n平方加3n 2n平方加3n加1 所以就可以把 显成2分之n 乘以n加1 再乘上2n加1 最后是把删除掉就好了 所以这里 来1的平方 加到n的平方 就等于6分之n 乘以n加1 乘以2n加1 这个证明非常漂亮的原因 是因为 如果你有4次方的公式 是不是可以证明3次方的总和 对不对 我们用3次方证明2次方 就可以用4次方证明3次方 就可以用5次方证明4次方 一路加到n的三方 这个4次是也可以证明的 我只要给你这个东西 n加1的4次方 只要知道这个东西就知道 n的4次方加 4n三方 加6n的平方 加4n加1 你知道这个东西 其实就可以证明了 懂我意思吗 好 就这样